加强的罗平安截入二五登山稿 实战体验 哈喽 大乔 什么哥哥 在昨天猫鼠的更新中 居然加强这游戏最冷门的二五啊 登山稿啊 那宝哥作为自封的这个登山稿长门人 成熟为要重振登山稿的荣光 不过好像这武器从来都没辉煌过 总之啊 宝哥今天来体验一下 看一下加强之后能否上了天梯啊 老规矩来 记得先给学习点上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 让我们开食品配吧 我的天啊 这个排队时间真的假的 就加强那拨猫直接8分钟 变10秒钟了 这么离谱 糟了 又不是黄局兄弟们 传奇局啊 那宝哥都属黄四百点啊 什么情况 我的天 我才知道对猫的名字 可以的啊 说属黄这把队友进什么猫宝还是很好奇的 牛汤大加强了嘛 我感觉莱特尼也是不能放的 第一手是进了天堂 一楼想进四位 三楼想进莱特尼 四楼想进牛汤 绝了兄弟们 三个队友三个心思啊 好吧 这把已经输了 好吧兄弟们 那这种还是选择进莱特尼嘛 咱们就直接锁这个罗皮汉了啊 这把这种还行呐 刚好有那个加强后的天使嘛 这把还可以看一下 瓦斯珠瑞吗 对猫不玩的牛汤吗 我宝哥还不来还想打下呢 行吧行吧 让我进入游戏吗 这把这样其实宝哥就打得加油啊 一号是孙顿兄啊 拿了全队的蛋糕你知道吗 论数没有被那个苏雷打爆了 很强啊 点名表扬一下 好的 拿去开始啊 那咱们就现场出了 因为猫真的会在那个室外抓那个一号阶属吧 没抓到啊 一时半会儿也说来不了咱们这里了 咱们可小推一会儿啊 小推一会儿 哎呦 猫很远事了啊 那得小心点了 啊 这对的时候很远事了啊 暂时时间很差 看这动向 好吧 哎呦 感觉下来了 下来了咱们得走一下了啊 话说罗皮汉这个登山稿它加强 真的没咋加强的我感觉啊 它就加强了一个可以在跳跃的时候勾住平台 是吧 然后在取消这个飞稿状态的时候 会获得那个三秒的免疫碎片加免加值效果 没用啊 是吧 你还是怕猫的那个拍子还有那个技能 感觉没加到点上 是吧 白加了一波 呃 这边 哇 这边我看那个小地图上 它从那个旅行厅 要过来抓咱们样子啊 应该带了准备而已 你看是吧 兄弟 我就说啊 这个名字就一看很重要的保护 哇 那这本夹子呢 兄弟们 哎呦 这个生死实数 兄弟们怎么说 漂浮 哇 兄弟们 这 这次有点刺激的你知道吧 那上面还有个夹子啊 我得亏保护是侧着飞的你知道吗 我要是极箭飞就踩了你知道吧 这波鼠式的运气成功在你知道吧 有点着急的啊 未来有点花你知道吧 那咱们先给你把脱下这个奶酪 哇 你兄弟 你旧人为你清高是吧 奶酪得让我帮是吧 小子 我真的 哇 这要不要这样的在挂机呢 你这 我真的是服啦 真的是 这挂机不好打的兄弟 咱们要这个探子戏啊 回来回来了 咱们先把这个加强了 昨天保哥看个评论非常搞笑你知道吧 这那个牛他们加强了嘛 在那第一段去乱撒 他就说 这一貌老鼠感觉叫牛魔王大仗蝙蝠侠 而且你们这么自语啊 这个 是吧 这个以后策划肯定会慢慢改善你的吧 太搞笑了吧 感觉 咱们这细节一波 利用这个登山稿 是吧 下落 放个鞭炮 把这个 哎呦 弄歪了一下 哎呦 炸了一个 那咱们就把这个加财了吧 是吧 我说刚才天使不推呢 有互佣 哎呦 胆怯来了兄弟们 哇 糟了 这 呀 咱们先把这个蓝品拿了先 看他们拿这个 那个苏里一套砸倒好吧 哎呦 穷罪的小兴 我真没拍到咱们 哎呦 咱们 哇塞拉 一个勾足的一个平台 哎呦 天呐 一个球砸得这么 差了一个高尔夫球砸没了 哇 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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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咱们就不去救了吧 虽然咱们是有护盾的 这个就让这个 到四级的尼宝就吧 对吧 而且天使在旁边 这就是玩奶酪的那个尴尬了 是吧 宝哥总不能不推奶酪 去打架是吧 虽然打猫 就都有事比较精彩点 对吧 所以说宝哥就认为玩的比较多点嘛 哪来为救人推啊对吧 你不推 你这游戏赢不了 虽然打猫是比较精彩点了 这救不下来嘛 你宝啊兄弟 我真的是人都麻了呀 这 行行行行 刚好选了个天使 这要不直接复活吧 这要救吧 这还没这样出来 这十秒钟没这样出来兄弟 糟了 咱们还是给弄跳 把他们拉走 喝个盾 保个命 这个秒飞保个是不做 保个是不做 咱们先去秀人舱 把秀人舱力量先推了先 哎呦 这个其实刚复活是最好的 对吧 虽然复活之后 也不定能走掉 但是起码秒飞火箭没了呀 你这个火箭是像谁做呢 对吧 还有个奶奶没推完呢 我的天两拼 什么 这个空头这么离谱啊 得亏猫没了 猫拿了才 不得了 直接爆炸了呀 幸亏保个男了 那咱们也是先把这个秀人舱哪里推了 猫也不来守了 他就守那个走囊跟实验舱那里回来了 对 必须有秒飞嘛 咱们偷摸着看能把这个走囊电脑给偷一下 拿冰块 有夹子啊 这个能滑掉滑掉滑掉 对手 OK 然后 哎呀这有夹子 那找到刚滑这个夹子了呀 猫来咱们侧下 看能拿了鞭炮 会冰块 哎呦有鞭炮 那咱们 呃 去抓那个实验舱的老鼠了 本来想喝什么饮声了 算了 不准人 是吧 你要稳一点啊 踩了踩了兄们 这个夹子乱炸也不好 万一你找到别的地方 你不知道踩的 或者队友踩的 对啊很危险的 太多直接踩了 那咱们把这瓶隐身给你抱吧 啪啦 这小子救人不太稳了 有点慌啊 咱们知道哪瓶隐身 就是最后快拿到了 马上磨进去也是好磨的 我夹子嘛咱们小心点看一下 呀 这么多夹子嘛 咱们拿下冰块 找一下那个冰炮的鞭炮 不过尴尬的是咱们这么隐身白喝了呀 那早知道宝哥不喝这么早了呀 我真的是醉了呀 都没有吗 咱们看一下 哇 那我还不如从那个拿到块带一块呢 我说服了真的是 不是 这宝哥那是匹银 哎呦,这边来了啊,这边一个登山飞稿,怎么说,再一个登山飞稿 虽然,有一顺利啊,虽然猫没抓到宝哥啊,但是感觉这个登山飞稿真的感觉好激烈啊兄弟吧 因为宝哥直接跳一个跳动,完全没有登山飞稿的,我都不知道在玩什么东西 这个武器感觉真的是,怎么说,一个登山飞稿 咱们挂着看一会儿 哦,这武器真的玩得好笨蛋,我不知道为什么,宝哥这种感觉,玩得很笨蛋 这边好像是两个伙伴,小心点,要抓宝哥吗,不给机会的 你看,登山飞稿一点就没有,我宝哥感觉一点也都没有 这给大家幸福,玩得不好冷 但是确实还是这样长得更好 但是有平台多的地图,像什么古堡图,打电登山稿,还是好,这边是强碰的 再劈手是吧,就是进洞了,宝哥你打了三拳登山稿吧 你这两局都是MVP,但是登山稿真的很难打出这么很秀的操作 然后一把牛腩都没一刀,就自己玩了下 这个自己玩牛腩还是很快乐的,无限放牛是吧,也牛腩 那加强后的登山稿还是推荐大家在平台多的地图可以玩一下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再点关注,咱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